Hello,大家好,我是Shirley 像最近很多人都拿到了公司的花红 有很多都是在打算想要转工、转行业等等 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刚刚在一所大学毕业 像他得到了别的国家的一个offer,就是在香港做工 然后他有问我,Shirley,假如我的儿子在香港工作的话 他的所得税情况是要怎样做 所以其实很简单,我就是问他 你是获得香港的offer吗? 所以你这个工作的性质是怎样? 你是必须要在香港工作呢? 还是你会在马来西亚工作? 然后那个employment letter 到底是由马来西亚的公司 什么样把它出给你呢? 还是由香港的公司出给你?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啦 第三就是,你的工资是由哪一个国家发给你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暂时还不确定啦 然后我其实很简单,假如你有一个外国的offer的话 通常就是看回你的employment letter 咯 假如你的employment letter 所有一切的工资是由外国负责的话 那么你的income tax是肯定在外国要负上那个税务的责任的咯 但是假如你是 based 在马来西亚,而你的工作性质是在马来西亚 到底是怎样样子? 假如全部东西都是在马来西亚执行的 包括,出粮给你的也是在马来西亚 只不过,on and off 你需要去外国工作 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是必须要还马来西亚的所得税咯 但是也是要看你在based 在马来西亚有没有超过183天 假如是超过183天的话 这样你就是需要分交那个BORANG PE 但是假如你是少过183天,而你还是在马来西亚工作的话 这样你就不需要成交那个BORANG M咯 所以BORANG M和BORANG PE有什么分别? 就是它的所额税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BORANG M就是讲你在马来西亚工作,但是是少过183天 那么你就不需要付款30%的income tax 但是假如你是在马来西亚好像普通的一个员工的话 就会跟回那个tax bracket咯 就好像70千到100千的税率现在是49% 超过100千的话就是25% 同等 所以看回你的税率了 然后BORANG M的话 它是不能够免检所有的tax reader 好像平时我们拿到EA 我们叫BORANG PE的话 这样我们是可以扣保险 我们可以看那个看医生的啊 检查牙齿啊 或者买素啊等等的对不对? 但是BORANG M是完全不能够扣除任何的所额税率的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分别了 so 希望大家假如在新的一年 有获得新的offer的话 这样就要好好看回去 你的offerlet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啦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sharing 谢谢